這次我們要用一個Loop 然後collect所有的GEM 所以我如果要Loop的話 當然是用Fall了 Loop幾次 我這裡有四個GEM 所以Loop四次 我的Code就是 你看它每次其實都會是一樣的 它往前走一步 collect GEM 然後再往前走三步 然後再往右轉就是了 然後你看一下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我的這個Code就是 move forward一次 現在它在GEM下面 所以collect GEM 然後再move forward三次 到了最後我還得讓它turn right 如果我不turn right的話 那它就會一直往前走 我要在最後面turn right 因為如果 呃 我在最前面turn right的話 它這個第一個 呃 就會 我就得打出來第一個這個Code了 要不然的話它就會面對著這裡 你看它就會跑 然後再往前走 我會跑 然後再往前走 我會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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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了再见